民感度口岸明天早早7点开始 恢复公港鲜活食品车辆清关服务 口岸在上个月黑色暴雨警告期间水浸 设施严重受损 深圳市口岸办话 抢收之后部分的货检通道 回复基本通关条件 深港两地口岸部门协商 明天早早7点开始 先恢复公港鲜活货品货检通关 进入本港之后 由盛安中心人员搜查 但其他车和旅客清关服务继续暂停 直至另行公局